今天教大家煮可以靈心安神的湯 就是蓮藕紅蘿蔔五指毛桃湯 材料有 蓮藕 紅蘿蔔 五指毛桃 手烏藤 狗杞子 龍眼肉 和蜜棗 首先全部材料洗乾淨 將蓮藕去皮切片 紅蘿蔔去皮切片 今次會用到2000毫升的水 將養味滋蔭的蓮藕 潤醋明目的紅蘿蔔 梳乾健皮的五指毛桃 養血安神的手烏藤 滋補肝腎的狗杞子 養心安神的龍眼肉 還有新瓶潤醋的蜜棗 放下水 用無火煮滾之後 轉用紋火煮大概一個小時 最後下鹽調味就可以了 這款寧心安神的湯 最適合經常思考 以及因為壓力大 而長期處於繃緊狀態 而難以入睡的你 記得要喜歡這條影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訂閱我的鐘仔